啊也是人静的北京胡同泥 我拎着我的小黑角唱片机 等着滴滴 好我们今天来讲一个设备 这个设备呢就是BMI的Micro 好说起BMI 我估计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是BMI 那么脑一辈的玩家 至少是两年前三年前大烟雾时代的玩家的话 应该就知道国外几个知名的品牌 其中BMI就是其中一个 还有DNA对吧 他们主要是做盒子的Modbox 像其他的一些品牌有名的 像佩特里什么的 他们都是做杆子的 当然他主要是做杆子 但是做盒子的 也就是我们讲 我们说的讲芯片技术的 国外的最有名的品牌 就是BMI和以及采用了DNA芯片的 其他的一些设备 当然DNA他们自己也出设备 很贵 他们代表的身份和地位 像国内的品牌就是一海 一海技术也是很牛逼的 像我说话是一直无缘 去用BMI也好 DNA也好 当然他们也有一些低端的机器 但一般的话都 是吧 那么BMI我是一直没用过的 DNA呢 我也一直没用过 因为之前大营物 实在说实话 我一直用的是 克莱鹏的地阶鹏的货 一海呢 也是前年 用过那个 他的mini class 我才是第一次用到一海的设备 后来的IPV S680 是吧 也算是感受了一把一海 他的科技力量 他的芯片的这个威力 那么BMI 今天我是第一次用到BMI BMI这个品牌呢 也是比较贵 我刚才在网上看了一下 他们官网首推就是BMI的Micro 可以看到他的首页一开始 就是推荐的MicroPod System BMI你看他现在最新的系列的话 应该是两个系列 一个Micro系列 一个Touch系列 Touch系列是他之前的这个版本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拍照片都喜欢 用一个广角镜头 然后从那个对角这儿斜着拍 就显得这个盒子很大 好的 那么这就是BMI MicroPod System 但是很重要的一点 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 它底下有一行小色 Designed by BMI Manufactured in partnership with Acevape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就是BMI设计 Acevape来合作生产的 机器就是这样的 这是机器 这是它的coil 最高电阻就1.0的 我这个都还没拆 背后有它的参数 一个Mouse to Lung 或者Open Airflow Configuration 口吸或者开放式的气流设计 Open Airflow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反正它是1.0 肯定是用口吸的 它还有一个低电阻的芯子 就是用来做浅费系的 然后是不锈钢的框架 盖板 可调的Airflow 可调的进气 1200毫安的电池 5到30瓦特的一个可调功率 Mesh Coils 是用的网芯 2毫升的Port 以及Type-C的充电 两个Mesh的芯子 一个是0.5 什么 200瓦以上的功率 甚至是200瓦的功率 去推了 好 打开 它的Tip 它这个Drip Tip 是有两种的 这个是大孔进的 抽大音 我用这个 还有一个小孔进的 口感用这个 这什么东西 这是应该是线 全不锈钢框架 加这个面板 手感非常的沉 整机达到156克 正面是BMI的印字 和一个点火按钮 这儿是一个进气 还有散热 下面是一个Type-C的接口 反面就是一个面板 然后下面印的是一个黄冠 上面写的official 弯方的意思 底部和侧面的话 就没有什么 这是一个Type 然后你要打开面板的话 用手从这边一推 就给打开了 然后面板的反面 也还有叫BMI-OC 下面一个official 这OC下面什么 Orange Country Core USA 橙子国家呼叫美国 什么我不懂 OC又是像overclocking 超频的意思 然后这底下是几个磁铁 然后看这个有没有 想到了AceVip的 我就是小精灵也好 还是AteVip的Pore也好 后面出的Pore Pro 都是这种设计 这种小盒子 然后一个侧油仓 加一个Drip 然后它这边可调压 我放了一段时间 我没用它 它竟然检测不到物化芯呢 真见鬼 它让我check Adminer了 这一仓我都还没用完 就没怎么用它 一直放着 结果放到现在 检测不到物化芯了 好吧 应该是把芯子拆下来 重新再紧一紧就应该可以了 但是我现在就懒得去说了 我直接说吧 我给大家的使用感受 第一个优点 就是你目前能够买到的 全新的最便宜的BMI 如果你是个老玩家 你知道BMI的价值 你需要一个身份和DV的相增 那么你BMI给它一价很多 然后呢 第二它手感真的是非常沉 非常好 全不锈钢的面板 确实很有美国那种 机械的那种工业范儿 我们刚才看了 国外的那个BMI官网 可以看他们的产品风格 全那种方方正正的大盒子 它实际上处理的比 Atlet Pro 和其他的那些类似这样设计的 要更工业一些 然后解析呢 是非常不错的 那天我们在PMI会员 吃灰菜的时候 我给Amis A设了一下 他很喜欢这个解析 然后呢 它也是这个功率可调的 可调功率有什么好处呢 这个我也不用反复再说了 对吧 它在你可接受的一个范围内 能够给你提供一个 更个性化的一个 櫻木的大小 以及味道的龙蛋的一个选择 是吧 实际上这些优势呢 是所有类似这样设计的盒子 都具备的 说完的优点我们来说说 它那么不近人意的地方 第一它的面板后盖呢 吸的不是特别的 你用手这样一推呢 它就会错位 哪怕你这样拿的时候 它这个地方会刮到你的这个地方 它一拿 这板子错位还没有 是没有 这是一个不大完美的地方 当然这个并不能接受 因为它吸还是比较紧的 第二点呢 是它的这个drip tip drip tip就是吸嘴 很晃动 这个晃动的主要原因是 因为你这个可替换的drip 它是这个太短了 但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对吧 那么第三过程它的点火箭设计的不是很科学啊 再往上设计一点就很好 因为它设计在有一个靠中间的地方 那么你在用的时候呢 不论你是用左手 这样的这样感觉怪怪的 或你反过来用这个手这样的 你要往下也是感觉怪怪的 你用右手也一样啊 你要这样你的手 其实它如果设计在这个地方是最好的 或者你设计在侧面 或者你设计在这儿是吧 都可以 但它设计在来一个非常尴尬的地方 我相信很多人有这个感觉 就是用它来点火的话 总是感觉怪怪的 好那么它的最后一个不大满 令人满意的地方呢 是它有一个明显的 明显的点火延迟 大概是0.1到0.2 甚至更长0.3秒左右 反正它的延迟 你是能够很明显的感知到的 今天是2020年 像这样的设计的小盒子啊 这是这个里面唯一一款点火会有明显延迟的机器 并且它是一款来自美国品牌BMI的合作 而美国那边的机器像DNA也好怎么样 他们讲究的最牛逼就是低延迟 延迟是以前在调压机械上跟机械感比的 因为机械感它是纯机械的啊 没有生压的一个转换 所以它的响应是非常快的 然后呢盒子因为它要有一个生压 所以为了跟机械感比的话 延迟低是很重要的一个参数 就是我一按点火箭马上要给我一个暴力输出 当然啦 那个是需求一个高功率的一个高电流 一个暴力输出的需求 我们要求延迟低是吧 越低也好 相反 你输出的功率越低 实际上对生压的要求是没那么高的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一款延迟非常明显 给我感觉就好像是一个BMI就设计了一个外观 实际上的这个技术可能就是ACEVAP的技术 然后ACEVAP呢 也出了一款ACEVAP Micro 我看了一下 其实就是BMI Micro的一个翻版 也不说翻版吧 其实就跟这款是一模一样 只不过没有用BMI的这套面板和frame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就为了BMI的三个字 你入一套也行 所以这个BMI的盒子呢 我个人总结是这样的 国内经过了悦客 尤丁岩这些小烟教育熏陶了将近两年 BMI这个品牌呢 对于绝大多数的现在的用户可能是陌生的 BMI DNA Petri 还有一海 这些都是活在老一辈的玩家心里面 它这一波推出呢 结合了一个老大烟雾的一个知名品牌 来推出一款小盒子 势必是无法击中很多现在新用户的新的 因为大家更不知道BMI什么东西 但是对于老用户以前买不起BMI的 如果你有这个情怀 你可以考虑一下 真正的BMI应该是美国联名进口的 会非常贵 它是一个跟国内ACEVAP联名推出的 所以它的价格就不像其他的BMI产品那么贵 甚至说可以很亲民 放在一年前两年前 你是不敢相信用这个价格可以买到一台BMI的 除非是进攻版 实际体验了 它的解形力真的是还可以挺好 网心加棉花 解形力确实是很棒 它是不是你的菜 是不是你的最佳选择 我相信你自己心里面也会有答案 好 这就是我一般老许对BMI Micro的这个评价 其实也相当于是评价了ACEVAP的Micro 你已经买了这款设备 你觉得我评价的到不到位 或者你在对它的使用中 你对它有什么看法 欢迎你在评论圈下方 留下你的这个意见 给侠人参考 好吧 同时也是一样的 微博抽奖 选一位用户送出这套BMI Micro 我可以告诉你 我这还有一核心 1.0的5个 我都还没拆封 全新的 我都没拆封 一起送出去 好的 这期的评测就到这里 欢迎你的收看 我是一白老许 我爱你们 我们下期再见 好嘞 再见 怎么样萌萌 300块吃了三个呼呼 所以说时间这么久了 只要你选 只要你选的餐厅 一般都会入坑 不过这是你心头的一个情节嘛 所以我们这次花300块蛮多你的情节 我觉得是值的 是不是 值不值 好 就这块就把你的情节给用 这就证明了 往事不要再提 好啊 是 你 我 感谢观看